死伤,要交交交交,内政部警察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药师苏博明 疫情期间提供大家三个购买医用口罩的小撇步 请大家一起来注意 1.选择合法通路 请透过实名制通路或与领友贩卖业药商许可执照 如医财行或药局等通路购买 2.检查包装方式 除实名制口罩为散装外 其他医用口罩都必须要有完整包装 3.确认包装标识 购买时要认明包装上的医疗器材许可证字号 另自9月24日起 国产之平面式医用口罩皆有双钢印 9月23日前生产的无双钢印口罩为厂商存货 一起安心使用 最后提醒大家请注意个人卫生习惯守护你我的健康 我们下期见 本屋行者 超越巅峰 小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超越巅峰 来我们先看一下这叫废办 你告诉我这多头还空头 昨天小拉回来碰五日线 前天唱历史新高 所有均线向上 站上所有均线 这叫废办 这叫纳斯达克 距离前高就一步之遥而已 昨天的特斯拉大涨 最近苹果股价也在高档 那你说这是多头还空头 那你一定问今天跌九十点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家群指数 我只能讲 大家 一听到国安基金 在这个位置上 他不要出手 其实他也 我说实话 国安基金 这一波很棒 他也没有干扰到市场 因为他才买七亿多 只是大家觉得说 国安基金没有什么表示 大家就开始害怕 就先回 可是我还是不禁要问各位一件事情 今年 外资 在台湾股市卖了那么多 马上几个重要节日又要到了 他到底有没有绩效 你看 其实我每天我都会观察这个 你们告诉我 你们自己告诉我 这钱是怎么回事 台币在升代表钱进来 那钱进来他又卖了那么多 钱又没有完全汇出去 其实就是等待一个时机点 我们常常说早知道早知道 我问各位一下 你觉得这里买对不对 这里买对不对 你去想这个问题就好了 我再给你看一下 这叫电子 电子类股是不是比 交线主要来得更强 那各位非常清楚的 你要特别留意这个 一般来讲 台积电在法说会以后 它上涨的机率是非常大的 已经有好几次这个经验 各位都看到了 那明天又是鸿海的科技日 现在市场都在关注 那鸿海科技日是不是有一些 电动车的想法 会跟各位做说明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我这样跟各位讲 如果说他们公布完以后呢 反而是看到台股不断的在回 那我会觉得说 可能在第四季来讲 我们透明度我们看的不够高 可是他还没讲啊 还没讲之前大家因为国安基金退场 我们就先害怕了 那在他们还没有涨的情况下 他们在回的一个情况下 你要看台股 有没有因为今天台股电的跌 红海还没有涨 就没有族群出来 我最近一直跟各位讲 我说你要留意的就是 所有军线向上 站上所有军线支 有突破的股票 我给你看几个族群 这个之前我也跟各位有提过的 保护元件 我相信各位有印象 我那时候在提加帮的时候 我是跟各位讲 这个华为事件来讲的话 基本而言 他没有去制裁的房 他是大疆 在这个无人机市场 他是他的霸主 那台股的无人机的天线的供应商 就是加帮 这个我当时也跟各位有说过 那华欣哥是用四十块七毛去入主加帮 我当时把这个都已经跟各位讲得很清楚 我们过一段时间我们来看 他今天又穿破断新港 是带大量 有没有符合我常跟各位讲的 所有军线向上站上所有军线之上 我记得那时候在八月 这个这里附近讲的 我就让各位看你过一段时间以后 我也常常讲说 我熟悉的产业 基本上一千七百多档股票 我不可能每档都懂 那我对电子股的一些特定族群的一些特定股票 我就情有独钟 我也不可能每天 比如说那么有时间 我熟悉的三十档股票 好像我们要交作业一样 每天就跟你复习一遍 不可能 各位你在求学阶段也是 他一定有课表 对不对 你要上中文的 你要上科学的 比如我们就以高中生来讲 你要考大学的时候 他也有分门别类 对不对 你要念果文对不对 那你要念自然科学 你要让社会科学都有分嘛 我不可能每天都跟你讲同样的股票 那你也不会想看 我常常想过一段时间你看 我曾经说过的股票 有没有机会再创高 那基本面当时也跟各位 我也跟各位讲过 我认为 这个就是必须让各位知道的 当然这次过程里面 我们也有跟各位提过联发科 对不对 你联发科我要提醒各位一下 我觉得外资有一点卖错的 你知道吗 你看前两天他小卖的一个情况下 这个我要跟各位讲一下 他这缺口没有补了 可是我们以常理来讲 我当时六百块跟你讲的 你要特别留意一下 怎么可能说 我在这一天买了七千多张 然后我两天卖起来才卖一千多张 我就上不去 不大可能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对称形态 什么时候在供 我觉得啦 你们听听就好了 应该跟明天台积电或 俄后的鸿海会有一些关联性 那股票市场反正就这样 你要看说今天有哪一些族群 在台积电还没有法说 那鸿海的科技日还没有之前 在今天盘不好的情况下 他要率先出来 是不是有什么那个味道出来 那你就去思考 这个一定是代表被动元件的 的确他有九月营收也非常棒 九月营收续创新高 但是被动元件里面 应该是最近最强的一档股票 当然跟当时我们也跟各位讲 你做股票有时候你把这个筹码 算清楚就好了 人家当时用40块7买了33% 适当的时机点 对不对 我那时候就有算给你看 对不对 那时候股价36块钱 人家47块 40.7买 他终究要回到他成本区 是什么时候他要发动 我的基本面当时我都跟各位讲很清楚了 这就发动了 那你说当时华欣科入主30%的 以今天收盘价来讲他没有赔 其实有时候做股票就是用时间来换你的报酬 当你了解这基本面 他本身他又是无人机概念 他又是保护元件还有天线解决方案 那5G车用5G机台又会用很多的 我们讲的MLCC 那你就参考一下对不对 你就参考一下对不对 我不是说涨停板 我才拿出来讲 让你了解 股票本来是这样 当你知道说 人家买的30%的均价是40块钱的时候 你总有一天他会回到他的成本 那在今天台积电鸿海的一个 没有动的一个情况下 我再给你看一个族群 那你要有想法 为什么他今天要动 我们假设台积电法说不好 那再往上游的细菌也会好吗 各位观众朋友们 如果不是多头的一个格局来讲的话 他不会做一个那么大的一个轮动 这种线形我相信各位也会看 你也可以看 我是不是最近一直跟各位讲的 我说买股票你就算买突破形态的 如果我的买点有两个的你就放心 你不用害怕 你还可以来回做 我常常举例子给各位看 是不是 我们这样假设吗 为什么今天以细菌源要动 细菌源应该是以金元代工的更上游的部分 那假设说台积电的法说不如影响的话 你觉得环球菌会好吗 他为什么要选择在 今天台积电下午 应该这个时候就已经在办法 所有的同事他要把他拉起来 而且这个拉台是怎样 他把季线也拉起来 很巧 今天季线是拉起来 才造成所有均线往上 那今天的环球菌是带大量 在我们技术分析的领域里面 是不是常跟各位讲说 带大量突破颈线 对不对 他有没有符合这买点 有啊 为什么要选择在台积电 法说之前 反而他是更上游的细菌源要表态 你们看下去就好 好不好 你们看下去就好 那我们也知道 现在已经来到了十月中 马上就要面临的双十一 那为什么这档股票今天要发动 我只是提一个想法 让各位去想想看 在台积电法说前 马上鸿海的这个科技日 在礼拜五 又要隆重增长 你真的要特别留意一下 我没有说我知道什么 但是我觉得 为什么一万三千点 他想要攻他没有那么顺利的攻 我们跟国外的有一些产业 没有办法真正的忠实反应 当然你说这波强不强 真的也蛮强的 过了一二六六八对于我们这种老市场的分析师来讲就是非常感恩的你知道吗 但是我们期待他更好的一个架构下基本上就是你有空你可以去看一看苹果发表的这四个机种 它是从这个Apple mini 699块一直到Apple 12的Pro 然后到Apple的这个Apple 12 Plus 它还有分那最最最最最最大尺寸的是Apple 12的这个Plus Max最大它四种机款 那我昨天也跟各位讲了 你如果说整个看苹果的股价你以他最近他苹果的股价是一拆成四嘛 他大概就是维持在一拆四之前的高点 那从国外的经验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了解一个事实 什么事实 你三个月后去看苹果 在每一次他发表完应该会长十分 可是我不禁止要问 请问台湾苹果的股价有没有跟上 这波没跟上 还有 还有一个5G时代来临 我不是说因为我看到这张股价上来的 我都只可以跟各位看 他没有涨很多 但是就是稳 有时候你看待股票就是看到一个稳字 你记不记得这个时候我有拿趋势指标给你看 那一波也涨了蛮多的 那一波有涨上来 涨到这个位置投信都有满 因为趋势指标持续往上的一个架构下 就算他有拉回的一个过程里面 他又要挑战前高 你要去了解他代表的意义在哪里 为什么你看看投信要一直买 我说实话 致意真的就是投信不断的买上去 因为他象征的 我们要看待的就是5G时代的一个来龙 我常在讲 我如果有拿这个趋势指标给你看 你过一段时间你去比较一下 他在低档这样勾上来 创了一个高点就算有拉回的时候 你看看他强不强 刚好可以做一个对比 我也不用讲太多 我当时趋势指标给你看 从这波这样拉上去 然后又有做个压回 那马上又要面临到前高 这个就是未来5G 所以在今天整个盘势 其实我对于最近这两天的这个拉回 我只能 我不知道要怎么讲 我在台湾股市也多年 台湾股市真的是好潜跌好潜跌 其实昨天我就有一点压抑 因为看到一听到国安基金 那个他说他暂时不要互的一个情况下 大家就开始好紧张好紧张 可是我不禁要问各位一个比较 detail的事情 你们也都知道这个耶诞节 距离现在大概差两个月的时间 今年他们卖了大概六千多亿 陆陆续续汇出于大概四五千亿 那是什么样的力量 更大的一笔钱去cover它 让台币可以这样升 那是不是就是我之前有跟各位讲的 在很久很久以前 我们台湾曾经有一批的钱这样汇出去的 我觉得那时候是一比四十 然后一直到一比二十八二十七这样 然后两岸之间有很多台商都把钱都汇出去 可是你要了解 我在两年前 整个川普针对于中国大陆 他有一些想法的时候 其实在大陆有经商的一些台商 他会警觉到那个氛围不对 有一些钱就陆陆续这样回来 那你会说是为什么台股这一波 其实跟美股可以那么强 因为之前 那个在年底之前那个疫情 是有很多的很大资金的人因为套到了 所以他等于说没有那么糟糕嘛 所以我们额后看到了美国的道琼也好 纳斯达克各一半都有在创历史新高 台股这波也有跟上 那代表我的看法是没有错的 就是更大的资金回来 我们现在也知道说 其实最近内资主导大概在百分之七十左右 可是我们要想一个问题 那外资怎么办 你说他现在回去买美股 他现在回去买美股 我给你讲他第一个最大损失就是汇兑 他光是汇兑他不知道赔多少钱 然后你说他这个钱 全世界是一个流通的资金来讲的话 他要回到美国去 他要买什么股票 特斯拉也涨蛮多了对不对 特斯拉涨了五倍多 苹果也是涨了一倍多 那你反而仔细去思考 台湾股市里面 其实这几个族群里面没有跟上 所以我微微在讲 如果说外资他们稍微用功一点来看的话 台湾股市里面是有 还有好多还没有涨的 我今天只是跟各位讲说一个开头而已 你想嘛 你应该到今天晚上 就知道台阶电法术会讲什么 你到明天的时候 你也会知道鸿海科技会讲什么 可是大盘在回的过程里面 为什么会有一些族群 他会有那么亮眼的表现 比如被动员件的家邦间就拉到涨停板 网家因为双十一他也拉到涨停板 为什么在台积电要办法说的同时 他的前面的细心园 环球镜他要一马当先的拉起来 突破了颈线 告诉我们就是说 今天愿意先拉的一定跟未来的产业是有关的 我们在5G时代来临 我问各位 会不会大量使用被动员件 当然会 那我们知道 我跟你讲台积电有拉回 你如果有闲钱的就可以买 为什么 他是台湾的number one 那我也一直跟各位讲说 我非常看好整个大的台积供应链里面 因为台积电来讲的话 他要实行这二奈米和三奈米 他投资1.2兆这不是小数目吗 那还有 双十一来 不会无缘无故 今天网家会拉涨停 他告诉我们 其实有一些族群里面 有一些特定的个股 因为我今天我先看到 我第一时间跟你讲 或许别人没有那个 这个敏锐度 我已经看到了 那在这些族群里面 我们要怎么选择 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跟各位讲的 趁这个大盘有压回 细心人被动员件 光棍节概念 你想要买哪一个族群 你一通电话打来 我会告诉你最好的标的 有打的才有赚钱的 这个机会 因为这个已经很明显了 为什么在整个台积电 要法缩之前 细晶圆的环球晶 他一马当心突破颈线 为什么我们当时跟各位讲的 这个无人机概念的这个大奖 跟5G有关的家邦 他今天一马当心要拉到涨停板 为什么网家 无风无浪的情况下 他今天率先要拉到涨停板 代表这些族群性来讲的话 有特定的个股 有特定的买盘已经介入 你想买哪一个族群 我觉得很简单 你一通电话打来 我会告诉你 因为我已经知道 他们要做什么股票了 我再跟你讲一次 细晶圆被动元件 还有光棍节概念股 你想买哪一个族群 你一通电话打来 我会告诉你最好的标的 你没有打 我没有办法告诉你 我只今天把一个大范围跟你讲 这都是你必须要考量的 我再讲一次 在台积电法说之前 为什么细晶圆的环球晶 这个龙头 他要先表态 我们也看到了中美贸易大战 他不敢去碰的 我们所谓的这个无人机的大疆 跟5G有关的家邦 为什么今天 在华欣科用40块马以后 他今天 他要选择今天 把他拉到涨停板 脱离他的成本 那又为什么 在双十一还没来之前 今天网交无风无浪情况下 要拉到涨停板 他告诉我们就是 有很多的特定的族群 在拉回会有特定的人会进场 你想买哪一个族群 你一通电话 我直接告诉你 好不好 有打通的才有大战的机会 我们进广告 记得播电话 谢谢 168第四季冲刺班 最好的时代 最佳的时机 让您动足先机 全盘掌握 充斥专线 02-8511-3366 02-8511-3366 顶业投顾 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 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 尽心思考 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 似乎不够 总想着能为投资者 多做些什么 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 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 用心去关心 每一个股市投资者 顶业投顾 全心照顾 02-8511-3366 相信从顶业开始 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 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 从实战中克服人性 并战胜主力 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 也协助您实践梦想 相信从顶业开始 我们希望复制 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 而每一个成功者 都有一个开始 相信我们的专业 相信自己 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 相信专线02-8511-3366 8511-3366 顶业投顾 超越巅峰 超越巅峰 再看一次 这些都是有想法的 我们之前基本面已经跟各位讲很清楚了 华欣克用四十块钱左右 三十八路组 今天这样拉上来 对于他们来讲 就完全没有压力 这绝对不是突发性的 是有想法的 这代表被动元件 那为什么在台积电法说之前 他要先拉上来 而且造成了所有均线之上 站上所有均线之上 你也要特别留意 这当然是双十一概念股 终观这一些 我的一个结论 细经元 被动元件 光棍节概念股 你想买哪一个图群 我相信各位你手上可能也有这些股票 那这些股票 以这些族群来讲 哪一支是最好的 不见得是我今天电视节目跟各位讲的 有后起之秀 细经元 被动元件 光棍节概念股 你想买哪一个族群 你手上有也没有关系 你一通电话来 我知道这里面有哪一些是正要动的 我会把你告诉你最好的标的 有打通的才有大赚的机会 最后再讲一次 这三个族群里面 有哪一些是后起之秀 你一通电话 我会告诉你最好的标的 务必要拨通 谢谢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讯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constitals 属内也认为 下族宽子 irolog 1 2 感谢观看